虽然说了很多植物的生物性防御 就是诱发性的防御体制 这种就是补充一些 还有其他的作用 有些植物受到伤害时 会产生基因的活化 而产生防御体制 包含产生了植物诱发性的物质 所以这也是通过基因的活化 被诱发出一些反应 属于生物本身的反应 属于生物反应 有些植物在被感染的时候 或是被咖咬的时候 它会分泌一些非发性的物质 这个物质会吸引害虫的天地 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盟友 我把敌人的敌人请来 当作我的盟友 来对抗我们共同的敌人 这边举个例子 当玉米被毛毛虫咬的时候 玉米会分泌一些非发性物质 来吸引毛毛虫的寄生风来 毛毛虫寄生风来 就会在毛毛虫身上下蛋 你们会说 那这样毛毛虫还是吃掉我的叶子 对的 因为下蛋的蛋不会那么快孵化 毛毛虫不会马上死的 它可能吃很干净 吃得很保重 离开之后化油之后才死掉 可是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 曾经吃过我的 都没有好下场 有发现吗 在演化上就是 你吃了我 你不会马上死 但你不会有好下场 在演化上 这只生物是不是要避免去吃这个植物 因为吃了这个植物 可能被寄生风寄生 就算你现在没有死掉 你吃得很干净 你把这个植物吃光了 可是你之后可能会因为寄生虫死掉 那会不会演化上 这只昆虫就会避免去吃这个植物呢 没有当场要你死 再会让你下场几场 这是一个例子 好 那我们之前提到说被感染的组织 周围组织织细胞 细胞碉碗坏死掉了 然后原生的事业破坏掉了 那你无法感染也没办法扩散 好 那我们之前说植物会分泌一个物质叫防御素 来抑制微生物生长 水洋酸这些物质会到全身 引发全身性的系统性的反应 好 所以整个诱发性防御 从局部到系统 跟分泌到个体外面 跨个体的讯息路径 都有 所以不是只有局部全身 甚至还有跨个体的 就是透过分泌会挖性物质 影响远方的天敌 前来杀死这个害虫 或是对害虫进行寄生 好 以上我们就补充一下 所谓的生物性防御 还有一些例子很有趣的 好了 以上是植物的防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